来看到六马主场碰上暴龙的比赛 Buddy Hill一开局就展现好手感 接到Tires Halliburton的传球 先投进三分 再投一颗三分球 受接个人就攻下全场最高11分 另一边暴龙的三分球命中率略显低迷 只有两成五 第一节结束以八分差落后六马 几乎到第二节 Halliburton三分球两投两中 六马仍保有五分的领先 但暴龙的Scotty Barnes带领球队追分 再底角投进三分 队友Pascal Sia Khan也很给力 先进两分 也能再底角投进三分球 两人上半场合力攻下26分 让半场结束 比分来到68比65 转为暴龙领先 表现旗鼓相当的两队 又在Hill的三分后 马上追平比数 Halliburton冲过半场 上篮拉杆得分 单节再为六马添上八分 暴龙的Sia Khan 第三节也拿下全场最高的13分 但第三节结束 六马仍以101比100领先 进入到第四节 Halliburton再补进两分 暴龙的Danny Schroeder 也延续今天整场的好表现 今天为团队贡献26分 五助攻六篮板 但还是不敌对手Halliburton 本场三分球 石头五进 也攻下33分 16助攻的好成绩 在比赛只剩1分22秒时 暴龙的Argin Alnobie 在底角投进三分 追平战局 但六马随即环以颜色 Hill上篮得分 Halliburton假装出手 晃开对手 再进两分 让球队再次回到领先 但比赛倒数28秒 Bruns扣篮得分 暴龙再次回到一分领先 为了争取时间 六马选择反规战术 在最后八秒 Gary Chan Jr. 两罚没进 显然是正确的选择 六马抢下篮板 还有最后机会 Halliburton最后关键一球 传给Hill 没进 六马没把握住机会 让地主六马最后一分之差 131B32输给了暴龙 接着看到火箭主场 迎战灰熊 曼菲斯大军 强势挑战 Deathman Ben 上篮得分 再闯禁区 火箭翔手也守不住 Ben第一节 拿下全队最高的九分 接着来看到话题人物 Bruns将展现恶棍气势 但却被Bestman Bumbo强盖火锅 自己差点站不稳 第一节 迪龙靠着Bruns Ben Fli的助攻只拿下两分 而且火箭第一节 仍以七分落后 所以进入到第二节 火箭改别组推进器 Jabari Smith Jr. 强悍投进两分 让火箭超前一分领先 Upperrain Sengun 也在进两分 拉开球队领先 但在第二节的最后四十秒 灰熊的Jaron Jackson Jr. 投进两分 上半场得分 来到全场最高的十五分 带领球队 半场结束 以一分领先火箭 进入到第三节 Deathman Ben 延续好表现 投进三分球 个人得分 已来到十五分 而火箭的 Dealun Broads 强切进入禁区得分 这节表现 有比之前好一些 来到五分 而且还有好拍档 联手追分 范乔蛋 低脚投进三分球 让火箭再次成功超前比数 而且还有好球放纵 Jalen Green 在杀戮进去 精彩单手扣篮 敬艳全场 Green单节攻下十三分 让火箭第三节 第29比22的攻势 超前比分 再加上 Len Blee 第四节三分球 投三进 Green 莫杰再踢 火箭补上十三分 让火箭最后 一百一十一 比九十一 自家轻松 击退灰熊 最后来看到 醍醐主场 对上国王 开局就来看 Dealun Fox的表现 小狐狸 光上半场 就砍下全队最高的十五分 但地主醍醐 上半场 团队九人 有分数进账 包括 Zian Wilson的十七分 还有Brandon Ingren的十一分 上半场结束 梯湖以十四分领先国王 进入到下半场 梯湖的Zian Wilson 在进账八分 即便最后一节 国王努力追分 Trey Lios跟Domantas Sabonis 分别替团队 拿下十分与八分 一度追平战局 但关键时刻 还有 Ingren 全场二十三分 有六分 只用在第四节 帮助球队 强势收尾 也带领醍醐 117 112 本季第二度 打败国王 线上购物 独特一点 找好东西 就上CTSocial